全世界現在最危險的火藥庫 就在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的情勢 現在已經非常的險峻了 真的可以用風聲鶴唳 幾個字來形容 歡迎資深媒體人謝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戰略學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風聲鶴唳之下 南韓發出了一個警報 叫做真倒狗一號的警報 這個警報代表著什麼樣的含義 對 就是在27號凌晨2點半的時候 兩名南韓在38度線板門店附近 執勤的士兵 突然看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物體 一閃而過 北韓部隊要準備突擊了 是不是特種部隊入侵了呢 這個地點在江源道華川郡 非常接近軍事 就是非軍事區那個地方 所以說很可能是北韓的特工 或是特種部隊已經勝進來了 這名士兵當機立斷 他後來還受到褒揚 他認為韓口令不停 他丟出了手榴彈 蹦 蹦 我跟你講好大的巨響 凌晨2點半 凌晨2點半這麼一炸下去 連北韓的部隊都緊張了 北韓都被他嚇死了 因為這個時候 南韓不知道是北韓 北韓不知道是不是南韓 因為士兵丟出了手榴彈 但在這種情況之下 只要一點點火花 兩邊就會打起來 而且半夜三更什麼都看不見 但是如果是北韓已經進行突擊行動 我的手榴彈這樣子一丟下去 對 可不得了 開戰了 沒錯 那這個時機點為什麼太敏感呢 因為這個地點就在江源道的華川郡的附近 距離非軍事區非常近了 所以說這時候美韓聯合指揮部 就發布了真導犬一號命令 什麼叫真導犬一號 也就是說馬上要準備開戰了 等於有點像我們上次說講的 烽火台你知道 旁邊的聯隊在啪啪啪通通通通知下去 大家都進入戰鬥狀態 所以真導犬一號等於是直接開戰的信號 好 那大家就想什麼叫真導犬 為什麼美韓聯軍他們要用這個來當作什麼 開戰 提升戰備的一種代號呢 好 真導犬是十七時代留下來的一種 非常優良的犬種 能夠在幾世紀裡適應它 就是整個朝鮮半島的文化 跟特殊的地理環境 其實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你這樣看它好可愛對不對 所以它是韓國的一種代表狗 對 它是代表的名犬 它不但忠 勇 警戒心強 我再跟立剛講一個小故事 曾經有一個農夫養了兩隻真導犬 你知道後來怎麼樣 老虎來了你知道怎麼樣 老虎來了比它兇得多 兇得多對不對 對啊 尤其東北的虎 東北虎對不對 對啊 兩隻真導犬力戰老虎 老虎被打跑了 這麼厲害喔 但是兩犬都負傷 沒有死掉 所以說這就是說 這韓國非常有名的這種 代表性的權種 所以以它的名字 來替這種特殊的戰備狀態 來命名 那好 原來現在 美軍已經發現了什麼 已經發現當天 那個江源道的士兵 所丟出來的手榴彈 炸死的不是北韓特工 不是北韓特工 那是什麼呢 是這個大家畫面上看到了 這就是一種大型的路 它是迷路嗎 它有專有名詞 學體上叫做馬路 它分布的地方非常廣 亞洲 歐洲 北美都有 可以看得到它的什麼身影 然後它都到夜間跟清晨活動 所以說你在那個時段裡面 比較容易看到它 但是它因為它是黑核色的 所以常常會造成士兵的錯覺 還會丟出手榴彈這樣 那它其實是愛吃樹葉嫩枝 然後很喜歡舔炎炎 舔什麼炎炎 它會停在一個地方 一直舔 一直舔 一直動 一直動 讓你會覺得好像是埋伏的士兵 在樹林裡面一直蠢動 才會造成士兵的錯覺 所以原來是馬路幹的 原來是馬路幹的這件事 但是南北韓之間現在都已經切斷 他們互相的這種熱線電話了 再來的局勢呢 雖然那是一種虛精 但是大家現在看到這畫面上 黃澄澄的這張紙 這張紙是什麼呢 這張紙是1953年7月27號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停戰協定 也就是保障南北韓到現在 沒有打起來的唯一的根據 就是這一張 可是立剛注意喔 這只是停戰協定 可不是和平協定喔 裡面沒有和平的條文 裡面的條文都是 接下來你不可以預約多少 我不可以過去你那邊多少 我們要派什麼人 我們要派什麼人 從來這個條文裡面沒有講到 萬一發生了任何挑釁或是插槍走火的話 我們雙方要怎麼克制 也就是說這裡面沒有克制的條款 所以它只是一個簡單的停戰協定 好所以說 北韓在2013年的3月5號 發佈了什麼 1號戰鬥狀態 對不對還記不記得 發佈這個指令的意思就是 我片面撕毀了 有點像希特勒在二次大戰戰前 片面撕毀了凡爾賽協定 又撕毀了德蘇互不侵犯協定 那是同樣的意思 將來金正恩要是真的揮軍南進的話 他就有正當的指令 我一樣是撕毀了 只是沒有在你們面前撕給你看而已 等於我不承認南北韓的停戰協定 我的開戰是具有正當性的 到時候國際就沒辦法制裁它 所以這個行動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看看1953年的停戰協定 相隔到現在已經經過了一甲子的時間了 南北韓之間只有這張薄薄的停戰協定 這停戰協定並不代表是和平 因為停戰協定只代表的是 我們雙方之間現在不打仗 但是這一張停戰協定只要一撕毀之後 這個戰士是否在朝鮮半島 又要再度燃燒起來 還用說 立剛 兩軍交戰 結果現在我這邊遞出一個和平書說 算了 我們停了 別打吧 你當作我面撕毀 代表什麼 你就是要打 所以當然 我就看你不爽 已經很明白 我就是要打 好 我跟各位說 3月11號開始 美國跟南韓舉行了什麼 關鍵決戰的軍演 這已經讓金正看了覺得非常非常的不爽了 你這根本就是怎麼樣 視我金正威為無物嘛 你根本沒把我放在眼裡 然後呢 戰略轟炸機B-52 你就這樣堂而皇之的飛過來啊 什麼意思 是不對 所以呢 3月11號雖然是過去式了 但是那天發生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事 很多人不知道 我告訴各位 在板門店其實是有一個 南北兩韓的一個事務聯絡所 這是一個紅十字會的管道 你知道這個聯絡所都在做什麼事嗎 其實是這樣 每天早上9點到下午的4點 南韓的聯絡官都會跟北韓的聯絡官熱線 然後說我們這邊大概做哪些事情 你們那邊怎麼樣 這樣子 我跟各位講 有溝通 當然就比較容易消米衝突 對不對 你曉得嗎 3月11號 金正恩下令 把這個就是連民間的人道主持的管道 造切不誤 也就是說我這條38度線 我就真正完全的切斷了 讓你一點點聯絡 一點點通話 甚至交流的機會全沒了 對 好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是紅十字會的管道 對不對 那事實上他們軍方有沒有管道 有啊 我跟各位講 來看看 為了消米兩韓之間可能的衝突 所以呢 自從兩韓停在協定之後 南北兩韓曾經在西海地區 三個軍事熱線 東海地區三個軍事熱線 後來啊 在2006年的時候 為了要消米所謂西海岸地區的一個偶發衝突 再增加兩線 夠不夠 八線 應該算夠了吧 夠多啦 對啊 不行 真的不行 因為2008年 北韓就先把這兩條切了 所以你說2008年這兩條已經切斷掉了 對 好 那各位也知道 現在這個 北韓看老美很不順眼 對不對 然後呢 彼此之間的這個 所謂的火藥味越來越重 心結越來越嚴重啊 切 切 等一下 你已經把八條線都切斷了 沒錯 不是我切啊 立槓 是金正恩切的 然後再剛剛連剛剛那個 最後的駱駝的稻草也被壓垮了 完了 好 那我跟各位說 為什麼 很簡單嘛 我剛剛已經講了 軍演已經進入他了 是不是 對啊 還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 北韓覺得他很受傷啊 因為你們沒有把我們北韓放在一起 朝鮮半島 應該是我今天真的說了算 他很受傷 結果有人在這傷口上又撒鹽 這樣子喔 誰啊 誰 難不成是蒲警惠 你好聰明 他才上任 只敢上任就這樣子撒鹽 對 他撒了什麼鹽 我跟各位說 撒了什麼鹽 來 他說 因為我們曉得前幾天是天安健的事件三週年 他說 他說 金正恩 我告訴你 你放棄核武是你唯一的深入 而且呢 你必須要改變道路 說得文周周 改變道路 我跟觀眾朋友講 改變道路意思就是說 蒲警惠對著你今天在說 你誤入歧途 你要迷途之反啦 好啦 結果呢 北韓這邊聽到你蒲警惠這樣講 你知道他回話有回的多麼的重嗎 他回 他說 如果你蒲警惠繼續走叛國者李明博的路的話 你會面臨悲慘的毀滅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是他的講稿 是金正恩的講稿 然後他還講 金正恩還講 他說 你一個錯誤的字會 一個錯誤的字 就是你講錯一個字 一個詞 你都會可能帶來可怕的災難 還有他說 金正恩講這麼重的話對著蒲警惠 對 他還講 金正恩還講 他說 我們北韓的統領 怎麼可以任由你謾罵與誹謗 這是不可原諒的挑釁和公然挑戰 好啦 我講完了 這是金正恩他們北韓的回應 在金正恩掌權之後 他幹嘛動作也這麼大 原因是這樣子 我們曉得其實一開始 我們都是在跟觀眾朋友講說 金正恩看什麼迪士尼卡通秀 對啊 然後他想要蓋樂園 西方文化要這樣子接納了 帶著夫人啪啪罩 很親民對不對 對啊 他怎麼突然個性變了 兩個原因 我剛剛一開始已經講了 金正恩要讓國際知道 朝鮮半島 我說了算 我才是朝鮮半島的老大 要撕 我撕 要打 我打 要和平 也是要看我的臉色 所以第一 他要做朝鮮半島的老大 第二 他要做北韓的老大 他不是本來就北韓的老大了嗎 不是已經領導了嗎 你忘了嗎 當時他剛從他老爸金正日接手 差點被推翻掉 對 因為不曉得可能有人覺得他太年輕 也有可能覺得說他是不是有向資本主義靠攏 所以當時不是差點還政變嗎 甚至一度傳出有人要暗殺他嗎 你才不到30歲 我們都已經五六十的老屁股了 然後還要來聽你的話 聽你的領導對不對 對 好 那金正恩會不會怕 怕了 怕了之後他就決定 窮兵獨舞 向鷹派靠攏 然後藉由擴張軍備 讓全北韓的人民 或者那一些他的所謂的一些 他老爸的老分子 對 或者是這個異議分子也好 不支持他的人 都要服鷹他的領導 這就是金正恩的策略 原來金正恩啊 你剛上台之後 你現在本身的這個位子還坐不穩 你現在只有朝鷹派靠攏 靠攏鷹派之後呢 現在這個時候 你把所有的矛頭都對著外面 國內的聲音當然就會減少了 但是你把核子實驗 核爆試驗也開始在進行之下 全世界就會開始關注你北韓了 而北韓你也打到你的目的了 彈頭越大 也就是我們叫作戰式 作戰式如果是越大越重 那基本上他就射不遠 射不快 因為他的火箭本身的推力 就要更大才行了 那除非他的火箭推力很大 才能夠把很重的彈頭 推到很遠的地方 那因此以北韓曾經嘗試過 他們成功過的這個核四爆 他們目前我們知道之前 比較成熟的是布彈 可是布彈的話 要把它小型化就很難 基本上來講布彈 他都會比較大 體積會比較大 會比較重 所以他需要很大的推力 才能夠推得動 這個就是為什麼他要進行 這一次的核四爆 就是要做濃縮釉的核四爆 也就要做釉彈 可是我們都知道 他這一次的四爆雖然成功 可是一直到他能夠 成為一個小型化的核彈 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從這樣的一個 推論來看的話 那他目前的核彈頭 還沒有辦法縮小到 大概五百公斤以下 這種情形他打不到華府 他也打不到夏威夷 也打不到關島 連關島都打不到 應該都打不到 連東京我們都懷疑 他能不能推到東京這個地方 所以以現在他的核彈 本身的體積大小 和重量來看的話 他的長城飛彈 他的大浦東 根本沒辦法載運到這麼遠 因為他如果要打到東京 他以他現在的重量 他的推力速度不快 那麼又不遠的話 基本上比較好攔下來 也就是說反導系統 比較能夠把他擋下來 但是他要打到首爾的話 我想困難度就不大了 因為距離比較近 距離比較近 而且攔截度比較低 也就是說美國或是韓國 要把他攔截下來的困難度 就比較高了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對於朝鮮來說的話 當然他的威脅跟嚇阻的力量 就很大 那同樣的道理 對於韓國來講 他受到威脅的感受力就很強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一次裡面兩韓的關係 緊張的時候 其實南韓這邊是非常緊繃的 所以才會發生他們士兵一有警覺就丟手了蛋 然後他一丟手了蛋 可是你看南韓的這邊的司令部 還不但不會指責這個士兵 而且還會加許這個士兵 說你這樣是正確的處理 因為一有警覺你就馬上要反擊 那主要的目的是他擔心這個士兵 他們不反擊那還得了 所以寧可反擊也不要犯錯 也不要不反擊 這個就是因為關係的確是非常緊繃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一次的情況跟以往 真的是有點不太一樣 這一次的情況和上一回不太一樣了 這一次連一隻馬路通過 都當作是已經要潛伏過來的 北韓士兵了 可是現在在這樣子情勢緊繃的情形之下 北韓有沒有動作 他當然有動作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傳媒開始放不出來的 就是金正恩在到處的四島軍隊 視察他的部隊 還有展現他的軍威 甚至展現出他的強大的女炮兵 是 立剛其實之前 北韓女兵在網路上是非常轟動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一張很轟動 就很讓人家驚訝的照片 什麼樣的照片 光著大腿踢正步行走 那個是讓所有的全球軍迷驚豔 因為北韓女兵實在太讚 可是北韓女兵只會光著大腿踢正步 不是 人家還是有真正的實戰能力 哇 這麼厲害 然後這一次是金正恩在3月25號 他親自下部隊 金正恩元帥 指示說 你們這個女火箭炮兵 我現在告訴你目標在哪裡 立刻下陣地 然後他們就馬上衝下去 然後調位置 然後你就要給我 殲滅目標 結果馬上 這些女兵就很準確的把目標全部擊毀 這麼準 對啊 非常準 所以 金正恩元帥看了之後就非常感嘆 你看我們朝鮮的女兵 龍心大躍啊 對啊 每一個都是以一擋百啊 然後只要加以時日的加以訓練啊 我們的威力是勝過核彈啊 你知道嗎 勝過核彈 你這話有點牽強了吧 但是只要他心裡頭認為就可以了 金正恩是這樣子鼓勵自己的女兵的 其實他其實用另外一種方式告訴我們 他的核彈目前還很弱 沒辦法 火箭炮比較強 對 所以你看金正恩對他們自己的女兵 這麼感嘆啊 當然這一方面有點宣誓性的意味 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告訴 就是南韓說 你敢惹我的話 我光是女兵就讓你夠瘦了 你知道嗎 你千萬不要隨便動我 而且他不只如此 他除了火箭炮之外 他有其他的力氣出現 他3月13號他同樣去視察了 這個叫北韓稱為主體大砲 也就是170毫米的巨砲 這麼大的巨砲 這個巨砲雖然說年代比較早了 已經發展到現在已經30 40年了 可是他的威力還是不容小覷 因為理論上來講 他至少可以打40公里以上的距離 非常非常遠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部署在 就是38度縣裡頭一堆混泥土頭 40公里直接可以打到首爾去 然後再配合上240毫米的火箭炮 他其實對首爾形成相當大的威脅 你知道北韓有這種炮 有300做這種自走炮 這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那他厲害在哪裡呢 記不記得兩義戰爭 兩義戰爭的時候 當時伊拉克在不管在數量上 或是在導彈的質量上 其實都凌駕於伊朗之上 可是伊朗當時就是跟 北韓進口的30輛這個 170毫米的這個古山巨砲 結果打來伊拉克真的是 哭貼叫娘你知道 完全沒辦法反抗了 後來他們好不容易 才用導彈的壓制 因為他畢竟只有30輛 好不容易才用導彈去壓制他 然後才俘虜了一些這些炮回來 然後發覺這個射程真的很遠 但他當然也有他的缺點 第一個因為他實在太久 所以第一個他不能自動觀測 第二個他沒有自動轉戰機 所以他發射速度很慢 他5分鐘可能只能發1到2發 可是問題是他的威力很強 他射程又夠遠 再加上他數量夠多 他又全部密集的部署在 就是38度線這個沿線 南韓這邊就很擔心 只要他把這M1978 也就是這古山巨砲 他偷偷再前進一點點 然後就馬上圍著你守爾 拼命這樣打 尤其是南韓不可能主動攻擊 一定是北韓主動攻擊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你等於守爾完全措手不及 你整個韓國的工業 全部可能都要一瞬間毀於一旦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可怕 不能不提防的一個東西 哦 古山巨砲真的不能不提防 因為他的射程來說呢 可以直接打進你守爾式呢 還有他的炮彈 如果萬炮齊發之下呢 整個守爾可能就移為平地 明天三星的工廠 就已經完全的消失掉了 但是呢 除了這些古山巨砲 除了這些火箭筒之外呢 金正恩還有什麼樣的殺手武器啊 他現在他殺手武器他只有三種 除了火炮以外 就是迷你潛艦 迷你潛艦是殺手武器 迷你潛艦各位可以看 好 這個是一個迷你潛艦 就是說他可以突擊航空母艦 他也可以突襲什麼 一般的船艦 然後現在美國 日本 他們的衛星造四個地方 一個是圓山 一個是高層 一個是南浦 一個是松林 這四個地方 因為它有20多艘這種迷你潛艦 那這種迷你潛艦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在水中可以半潛半浮 那你看得出來這是什麼東西嗎 如果我這裡遮住的話 你說這裡就畫一條線 把它遮起來的話 對 半潛半浮 上面看起來像一艘船啊 對 可是船它有懸高 這個沒有懸高 幾乎就貼著水面 貼著水面 第二個 它只要三個人 這麼簡單的操作 對 然後它可以弄兩枚魚雷 它打了它就跑 所以美國也好 韓國也好 它很怕這種東西 為什麼怕 因為它周遭都是海港或者是沿海的島嶼 它既然可以特務滲透 它也可以去打你的船艦 然後你用軍事雷達你都找不到 你太小了 這種太小 還有另外一個 我真的是佩服金正恩的地方 是什麼 它可以把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發展出來的安托二型 當作隱形飛機 等一下 你這個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戰雙螺旋槳 而且雙翼的飛機 對 還是二次世界大戰前期的飛機 除了是前 後期了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了 那 他們真的是厲害 總共生產了330架 330架它是部署在咸進北道 然後它現在轉移到開城 但這樣子傳統的飛機有什麼樣的功能 如果按照彭華幹的原理說 這二次世界大戰飛機 我飛上去 我就可以把它 一架可以把 把那個100多架統統給幹掉 其實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 它低空可以飛200公尺 一般戰機升空的話 你飛200公尺的話是非常危險 風險太大了 風險太大 然後第二個 它機身非常的輕 好 為什麼輕 它為什麼輕 各位知不知道 它是木殼裝 然後裝 木頭的金身 木頭金身就是鋁核金 所以你雷達根本照不到它 你雷達縱然照到它 它也跟鳥一樣 因為木頭的雷達波不會反射 對 只有鋁核金的 但是鋁核金不會那麼的強烈 所以它土法煉鋼 它有所謂的二次世界大戰隱形飛機支撐 現在的雷達你也很難少到它 北韓就非常的聰明 它是用這個東西掛反艦飛彈 然後韓國就笑它說你這個載重量最多1.5噸 好1.5噸你兩枚飛彈你加起來的話至少四噸半以上 你這個飛機飛不起來錯了 各位 我給各位看了一下 這個是很難得的資料 這個是鞍2的三面圖 各位曉不曉得 這個裡面講 北韓北朝鮮 它居然可以滿載 就是所謂的滿載 我不要油 我油 我只要飛到韓國的上空就好了 所以我油不多載 油不多載的話 它滿載剛剛好5噸 兩枚飛彈4.5噸 所以說它說它不會 好飛到那個最大續航距離1100公里 它不必 我只要飛到215公里 我突然丟反艦飛彈的話 你反應不及 所以金正恩這個人 還有北韓這些人真的是聰明 可以把二次世界大戰的飛機 當作隱形飛機來使用 這也是讓美國跟韓國嚇一大跳的原因 天啊 螺旋槳飛機二次大戰的木製飛機 居然可以掛載兩枚飛彈來進行攻擊行動 但這飛彈一發射的時候 後座力這架螺旋槳飛機保證它會承受不住 但是金正恩除了海陸空三方面的進攻之外 其實他還有一招絕活 這招絕活是從以前他爸爸他爺爺時代 就一直開始在進行的絕活 這一項絕活可是讓南韓人動不掉 對其實我們都知道北韓北韓一直很愛挖地道對不對 老實講這些機密慢慢現在開始解開來 我們注意到北韓其實不斷的在30年的過程之中 1953年停戰之後就開始 好表面上我們都是停戰選定 大家都不動對不對 可是私底下那個挖地道的行為 我跟你講從來沒有一天 你看看一甲子人家60年在準備備戰 60年挖下來可以挖多少洞啊 第一條1974年在38度線附近發現了一條 我跟你講立剛 你說我們挖地道對不對 升10公尺 很深了吧 對啊 夠深了吧 應該隱密性夠了對不對 對 升45公尺 這麼深 挖到十幾層樓深了 對 這麼深 它挖到15層樓的深度 對 所以說這麼深然後長也不短 3.5公里 它深進南韓的領土裡面 一公里了 不過它有一個問題 據首爾比較遠 據首爾65公里 所以你進來 你即便進得來 你進來一公里對不對 所有全副武裝的士兵 跑出地道之後還要帶著裝備跑 因為坦白講這個地道只有人可以過 車不能過 所以你要跑啊 你還要跑很遠 你才能夠跑得到首爾嘛 這一條第一條1974年發現的 是美韓聯合的偵查小分隊發現的 好 這是一條我們說小的吧對不對 第二條就是隔年就發現了一條 有三個出口 還有什麼 還有地下廣場 大多了 雖然遠的多 據首爾108公里 長度也差不多 3500公尺 但是深度更深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能夠運兵3000人 這麼多 不但能夠運兵3000人 而可以讓小型的裝甲車跟卡車通過 這些車子過得去的話 等於他們雖然距離首爾 出來的時候距離首爾108公里 但是我的車輛只要能一出到地表面 我的前進速度就快了 我就可以站著跑了 你知道嗎 這個多可怕 好 那你今天再來講說 這樣子你就讓人家覺得說 哇 地道越挖越大 再過三年1978 在板門店南側4公里發現的地道 距離首爾44公里 升70公尺 但是我跟你講 這一條可以運兵 1萬人 可以運兵1萬 全副武裝的 如果這些屬於輕步兵的話 可以運到3萬人 而且這是可以讓大型的卡車通過 然後呢 這三條的地道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由北向南的話 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由北向南挖 對不對 由北向南挖 都有5度的傾斜度 所以這些地道不會積水 你了解嗎 排水系統良好 排水很好 裡面還有軌道 還有軌道車 所以可以用運輸的方式 軌道運輸 可以用小型火車 或者是用卡車來運 好 第四條呢 是1989年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 也在飛軍市區附近 你知道 這個軍隊 美國軍隊跟韓國軍隊 突然聽見地底下 轟隆隆 已經挖到你的門口了 你知道嗎 這一條 深145公尺 最深的 長2025公尺 差不多2公里 這一條 他們發現的時候大驚失射 每小時可以運兵3萬人 更大的隧道 而且你知道嗎 可以容納輕型的PT76坦克開過去 坦克車都開得過去 而且當時後來他們解密 北韓這種坦克車嚴禁拋錨 不准拋錨 拋錨的話 當場槍斃 把車給拉走 還有一定要降低最低的什麼 排煙 不能讓煙太多 不然會把自己的部隊給熏死 所以你就想說北韓是無手不用其極 還有最後呢 在1978年呢 美國的時候就想到 我們已經發現四條地道對不對 好 我們幫南韓解決問題 一個絕密計畫 每隔1.8公尺 放一台磚機 就是磚孔機 那個時候還沒有潛鈍機 我們現在不是北捷都在用潛鈍機嗎 對啊 更先進 走死人 那個磚頭會嚇死人對不對 那個時候沒有 只有簡單的磚機 好 1.8公尺擺一台 然後一升令下幾百台一起挖 挖10公尺 20 30 40 50 夠深了吧 都沒挖到 挖到68公尺的時候要放棄 後來司令說繼續挖 終於挖到73公尺深的時候 又發現了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總共17條 厲害 我剛才前面已經講了四條對不對 對 後來又發現了17條 大小不等的地道 北韓頭城的工程師說 我們只知道大概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被綁著來挖的 挖完了又被綁著臉蒙起來回去 所以連我們工程師都不知道 金正日當時挖了多少地道 可以想見北韓的可怕 天啊 隧道挖了那麼多 看看剛剛這個華乾的資料 現在目前又隔了20年 這20年究竟挖了多少的地洞 沒有人知道 但是北韓仍然繼續在這個隧道工程 當然最主要的目的就在於用來突擊作戰了 但是現在在北韓嚷嚷的說我擁有核子武器 我隨時可以用核武來進行攻擊了 那南韓跟美國有沒有任何的作為呢 有 但是這個作為的兵推結果好像不是很理想 兵推結果不理想 糟了 因為韓國跟美國他們有做一個兵推的代號名字 叫做共同追求 那這個共同追求的意思也就是說 看看怎麼樣能夠進入這個北方 也就是朝鮮的地方 對於他有核能或是核武的地方 進行一種攻擊 然後他們兵推的結果認為說 如果美國要投入兩個步兵師 總共需要56天的時間 才能夠把兩個裝備齊全的步兵師 把它投入到他所設定的位置 但是在他的核武區裡面 他卻總共需要9萬人 所以等於是需要7個師左右 那這樣的情形下對於美國來講的話 他不管動用魚鷹直升機 那麼不管動用航母把部隊 韓國的美軍駐在韓國的軍隊 或者是把日軍 美軍駐在日本的軍隊 也都拉到這個韓國來 當然如果美軍把它駐在日本的軍隊 也拉到韓國來 日本這個地方的皇屋就空虛了 對 空虛了以後 對於這個日本的本身的安全 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例如說假設北方四島 日本跟俄國當時有一些矛盾 釣魚島跟中國大陸有矛盾的話 這個情形整個就空在那個地方 所以但是如果一旦發動這個戰爭 他要把這些部隊都移到那邊 要投下去還是要9萬人的情況下 對於美軍來說 他們就發現這個執行度跟難度 實在是很高 因為運輸上面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運輸而且兵力不足 所以他要不就是從本島 從關島 從夏威夷那邊再增援部隊過來 可是以美國現在的這種財政的情況 他們目前也在國防減資 財政減資的情況下 對於美軍來說的話 他的財政支出有問題 兵力投資有問題 日本的防務有問題 所以運輸有問題 這樣的一個問題情況下 他認為他們要進行這種模擬的兵推 所以他們覺得可靠性並不大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 他們美軍的高階的這些指揮官 他們就不太願意談論這個兵推 可是這個兵推事實上是有過演習 那麼目前到底該怎麼解決朝鮮的問題 我們目前都初步的觀察 美國的態度越來越清楚了 他們用戰略很清晰的方式 也就是說美軍的戰略 就是因為他們假定金正恩是年輕小伙子 再怎麼樣都會怕死 他的領導集團也會怕死 所以他們目前採用的是一種威責威嚇戰略 這種威嚇戰略就一直施加壓力 也就是說我對北韓一直施壓 施壓到你不敢任何動作 對 施壓到你屈服為止 施壓到屈服 對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前段時間才剛剛 應該是在上個禮拜 才剛剛美韓又簽訂一個協定 這個協議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把過去朝鮮曾經用過 不友善的侵略的所有的行為 包括華岡剛剛列舉的地道的滲透戰 舉殺戰 刺殺戰 以及我們所看到岩平島的這種炮擊 天安艦的這樣的一個所有的 拉拉渣渣所有的事件 都視為朝鮮的挑釁動作 而一旦朝鮮在進行這些列舉式的 挑釁動作的時候 美國跟韓國就會採取報復的打擊行動 所以這樣的情形之下 是不是最近連B2轟炸機都開過去了 對 這個就是在今天飛到的 這是最新的資料 也就是這個B2不是B52 是B2的隱形轟炸機 是屬於三角形的 對 本來這個機款這種B2的轟炸機 原本是為了對付大國 所謂的對付大國 就是當初設計的時候是為了對付俄國 或是對付中國大陸所設計的 因為它具有一種穿透性 它能夠避開雷達 它有逆中 它有逆中 一般來講在雷達中 能夠掃除它的大概就0.1平方公尺左右 所以它是 而且它是可以實施 那個飽和性的局數炸彈攻擊 它也可以裝有核武器 因此它基本上的力量是穿透性 而且能夠找到你施政恩 那個金正恩 或者是你的領導集團 對你做摧毀性的打擊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威責你金正恩跟他的集團 必須要屈服於這樣的一個意志下 最新的消息 B2戰術型的轟炸機 已經飛到了朝鮮了 這也代表著說 美國將在對金正恩更加的施壓 這樣的效果會有效嗎 我們持續的在觀察 但是觀察一下我們的中華之棒 曼妮出現了 曼妮是否可以帶來大量的票房呢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